Ready Rin the bell 我自己覺得 欸你們是不是有偷錄音啊 哇完蛋了 我沒有錄音啊 我沒有錄音啊 欸我們先自我介紹 其實節目總統很早就開始了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4 大家好我是C8C8 然後今天我們有一個特別來賓啦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介紹一下說 為什麼會有這一段的 這個特點來賓 然後今天的特別來賓是 N7 Live的魔女花 我們掌聲歡迎她 欸 馬力漢啦 前面這東西是閒聊 前面這東西是閒聊 這真的不能放進去 沒有啊我會把它放進去 不管啊 小黎啊 對啊 花錢賣版權 不行啊 不行啊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認真的 好啦好啦 認真的 好啦等一下 我會把前面的部分剪掉 然後我會留給那個深度會員 深度會員 深度會員 好不好 我覺得尤其是花花學長可能大概理解 欸他是C8好不好 我是C8 我是C8 請你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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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欸我回到節目的本質上面 我 很聽眾就是不知道說為什麼我們要來找你 那其實 我們也很 就是應該是說我自己也很好奇 很疑惑說為什麼我要找你 哈哈哈 但是 重點是因為你其實有做就是在粉絲專業做一個類似像專訪選手的東西 那就是有點想要知道說你為什麼想要特別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專訪選手沒有專訪選手 啊不是專訪選手 就是專訪跟摔角周邊有關係的人 這樣子 對啊 啊 你像你之前第一集 為什麼 對像你之前第一集是林育德嘛 對 對他不是選手 但他是摔角作家 對那你呃 聽眾可能還不知道就是你已經有找我們就是做做做文字訪談 的事情 對然後 呃可能或許未來 欸你在有打算在什麼時候po出來 大概是下禮拜吧 下禮拜一到五 台北時間幾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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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 哇台北時間 8月9號吧 對8月9號 好反正就是聽眾的時候大家可以去 魔女花的粉絲專業上面 稍微看一下就是會有我們的專訪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訪我們 訪問你們 對啊為什麼 我就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當初的想法比較像是從 那時候訪問玉德開始 然後想要訪問蠻多 就是 呃跟摔角有關 但是又不一定是跟摔角直接關係的 就是像包括玉德他是寫摔角的文學 那他未必是一個在台上選手 那一個 在台下觀看台上的人 他們的想法 或者他們的 在比賽之後 有些時候會有點忘記掉自己在台下的 樣子 或者是自己在台下看比賽的 感覺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也蠻重要的 台下到底會因爲什麼事情 所以受感動 或是他們喜歡接收什麼樣的資訊 或者是 或者是 凡朱子類想法 對來講是一個 我也還在 探索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你幾歲啊 你幾歲 你現在幾歲 22 22 你22年年紀 其實 你覺得這樣算老成嗎 你說以他 回答的那個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對於摔角來說就是 有蠻多想法的 應該是 對我覺得還不錯 欸 可是剛 母女花說的這個 其實我蠻能理解的 因爲我在 退出NTW前 欸 我也是去 帕斯路看了一場現場的比賽 可是 爲什麼會去看 那時候我的想法其實是 我覺得 我很久沒有 好好享受一場摔角比賽 你知道嗎 因爲我們在當選手的時候 我們會一直去想 比如說 我們要怎麼贏對手啊 或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打一場比賽這樣子 可是我們會忘了 在台下享受摔角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去 這個帕斯路的 到場的這個比賽 我就去看了一場 隔天我就退出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帕斯路的到場是魔咒是這樣子嗎 不是不是 我沒有在暗示哦 沒有 我沒有說什麼 魔女花 問掛魔女花是否為下一個摔角界 史詩民 沒有 沒有 人家很忠心的 不像嗎 是 可是我自己覺得 就像剛才 C8講的就是 我自己有時候在看 就是 國外的聯盟 他們的 比賽的影片好了 就是 已經開始會有那種 哦 我覺得他這招很漂亮 或是 哦 我覺得他們節奏很 很 我很喜歡 或他們的 形象 他們的 展現的聲音 或什麼的 這件事情 會開始注意這件事情 而不是 單純的覺得 啊 我喜歡這個氛圍 或者是 自己在 比賽的 場下的時候的那種 歡呼 或者是興奮感 或者是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期待的感覺 嗯 嗯 自己在當選手的時候 比較像是 哦 我已經想好我下個要做什麼事情 我下個想要做什麼樣的招式 想要贏過對手 所以會有一個 已經被固定下來的 呃 想法的一個 框架吧 嗯嗯 那 那我很好奇 那你為什麼沒有想要跟我一樣 比如說用Podcast 或是說 用影片的方式來去做這件事情 這種東西更有說服力吧 我自己覺得 包括幾點啊 第一點是我其實沒有很擅長面對鏡頭 或者是我自己不覺得自己的聲音很好聽 嗯 就是 我覺得相相比你們那麼有磁性的嗓音來講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你多聽你就習慣了 哈哈哈哈 對啊 那第二點是 呃 算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本來就是跟寫文字有關 所以我也覺得 呃 相比之下這可能是我更喜歡做的事情 也不一定是說 呃 我做的這件事情就一定要 大家都 每個禮拜 準時看我做什麼事情或什麼的 就是而是 因為我 我更喜歡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做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件事情 把我的想法 分享給大家這樣子而已 等一下 那摔角跟文字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摔角跟文字 我比較喜歡哪一個 對啊 我覺得 兩個對我來講算是一個 類似的事情 其實 哦 怎麼說 這蠻特別的 這個蠻特別的 欸等一下 我我記得沒錯的話 你是不是中文系畢業的 呃其實我們叫做 國文學系 我們不叫中國語 國文學系 等一下你先跟聽眾稍微講一下 你是讀什麼學校的好不好 這個不好吧 沒關係啊 幹你不好 我就把你前面的一段剪出來 你要不要講 哈哈哈哈 很危險 對不起 哦你是師範大學的 對不起學長我錯了 哦你是師範大學的 師範大學 哦 okokok 所以你是國文學系 對 那你畢業了嗎 沒有 完全沒有 蛤 什麼意思 還就 什麼意思 呃 一部分是因為 呃 我本來就要掩蔽啊 讚 哦 第二部分是 躲兵役啊 我當初有 有修學 就是專門為了學摔角這件事情 哦幹 哦 他跟C8跟你很像耶 我沒有修學啊 不是很怕 我意思說對某一件 就是可能為了 為了摔角去犧牲 去做某一件事情 這樣子 我意思是 是這樣子 所以 我本來就有修學過的話 那 學分就會不夠 那就逼不了 耶 嗯 太讚了 嗯 那 嗯 欸為什麼我會突然想要 修學 然後去做摔角這件事情啊 這其實 故事有點 有點深遠 但是 顯而言之就是 呃 一方面是我當時的 精神狀況 並不是那麼的好 嗯 你有生病嗎 還是 可以這麼說啦 但是 我覺得那應該是就是 有 會有一段時期 可能比較 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應該說是 需要做別的事情 去分心 呃 因為 常常會有人這樣說 就是你可能 一一 專心一個東西 然後你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一個階段 你一定會遇到一個瓶頸 嗯 可是這種時候 通常你繞出去做 別的事情 他最後又會再回到這個 這個路上 哦 是這樣子哦 對 可是如果你一直卡在那邊的話 就會永遠都過不去 所以我覺得那 那段時期應該是 我個人覺得應該比較像這樣子 所以是這個樣子嗎 魔女娃 我 其實 我自己有點 我自己其實有點困惑 是因為我當時其實有去 抱歉 有去看一些 心理相關的醫生 嗯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我這樣講 我覺得 C8的講法 好像也可以理解 但是 我覺得我那時候再更嚴重一點 就是 就是 呃 我那一天有到 需要看醫生這件事情 只是 因為我自己又很討厭去看醫生 所以 我又 不愛吃藥 所以事情就一直好不了 那 嗯哼 不是 這點很矛盾 這點矛盾的就是 你不喜歡看醫生 那你還是又去看醫生的 因為當時的狀況是已經 只是有點 複雜嗎 就是 呃 該怎麼講啊 有點 等一下醫生有 有 有說 很清楚說明 你是有什麼 特殊的病因之類的嗎 就是 憂鬱相關的 的 症狀 OK 所以你有這方面的困擾就對了 對 沒有錯 可以這麼說啦 現在比較好 那 改善了嗎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 覺得 打摔角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講改善蠻多的 好棒 就是一方面是有一個 可以說是宣洩的管道吧 嗯 然後 二方面來講 我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我自己也想蠻多的 就是 呃 摔角這件事情真的跟 就是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會對自己 活著 或者是 對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情有 比較多的反思嗎 就是 真的在做一些 你覺得要超出自己極限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會害怕的時候 可能這件事情會 有某些刺激吧 我想 嗯 對 那 我那個時候其實有部分也是 就是 我想了一下之後 就是我在思考就是 就是 我今天會願意做什麼事情 就是 哪些事情是足夠吸引我說 呃 這件事情我會覺得比生命還要更重要 或是 比 比 單純去想 自己的生命更 有趣的事情嗎 嗯 然後我自己的最後選擇就是摔角吧 這樣子 嗯 那我很好奇一點 你 那你是 呃 世界上的興趣或是運動這麼多 你怎麼會突然選擇摔角來當作是你的 就是 呃 讓你這個疾病比較不會這麼惡化的一個 一個方式 呃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 我 我覺得我接觸的運動項目也不算少 就是我也接觸過 別哭了 游泳 也接觸過柔道 也接觸過劍道之類的東西 各式 哦 這麼多 排球 嗯 反正就是各式各樣的環境都會去 嘗試看看吧 嗯 那 呃 我覺得相比其他運動 摔角這件事情 可以說是危險程度更高吧 或者是 這件事情會足以讓你覺得 恐懼就是他對於 你的刺激感 我覺得 比起其他運動真的 多蠻多的 嗯 那 再者 另外一部分是 這件事情我也是剛好前幾天看到 自己頻道有 翻譯 日本的一個女帥拳手叫 UNAGI SAYAKA 他 他以前也是 練游泳的 然後 可是 這個在游泳這個運動裡面 就是當你已經學會游泳之後 你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快 可是 或者是如果假設你今天 學柔道 學排球 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比如說學會更多的技術 或者是得分 或者是 或者是得更多的分數 這樣子 可是 職業摔角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你今天就是 你今天就是好像要 就是你要變強有很多方法 他並沒有那麼的單一吧 我覺得 不管是 你的角色的 就是 你的 展現 就是你的人格特質展現 或者是你的技術的魔力 或者是 你如何去吸引大眾 各方面來講 他都是一個 需要去精進的部分 那 每個選手都可以透過這些東西的組合 變成一個 更特別的一個 自己吧 就是 我可以 譬如說 我的技術很專精 但我其他東西可能不太會 那 每件事情慢慢疊加疊加起來 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 重新組成一個 我的樣子 那 而不是單純的 變快 變強 變壯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而已 那我很好奇說 你大概是 在摔角 看了摔角多久 或是說打了摔角多久 才有這種想法 因為通常 我自己覺得 就是 這種人要有一定的歷練 才有辦法去 有這種 有這種 境界 對啊 包括我們自己現在可能 很多人 呃 有些比較資深一點的選手 說不定都還沒有你這種想法 你有 你有 你大概是多久 是講 多久 對啊 你大概畫的 我們先講 看了摔角看了多久 我看摔角看了多久 其實大概也才 三四年左右吧 嗯 那你打摔角打了多久 打摔角的話 嗯 哇 呃 我自己在NTW大概 去年的 1月 加入的 不是你講戰詞好像 好像你還有打其他的 哦 這個 但是 這個我覺得不太算是 但是 但是 還真的有 我要 我要學 我要學 哈卡講的小秘密 就是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我是 IWL最後 最晚一個進去的練習生 我 但我其實在那裡沒有練過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耶 對 但是我其實也在那裡 練幾次而已 就是那種各位數的次數 嗯 但是 呃 我覺得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想法 那中間有中斷過 一段時間 因為我的大根本就不見了 大根本各分東西 所以如果說 哈哈哈 對 如果說 從那個時間開始算起來的話 可能跟 就是 加入 NTW 這樣子 連續的一段時間 我覺得 算法不太一樣 嗯 好 那 這樣子 剛剛聽你這樣分享一下耶 啊 你有沒有辦法 比如說去形容 就是說 摔角是給你 Sanar的一個 感覺之類的嗎 摔角是給我一個什麼樣子的感覺 對 感覺的部分 嗯 我自己 還是 我自己還蠻喜歡我 我 曾經採訪過 講過的一句話 就是 我覺得摔角就是 華麗版本的安樂死 華麗版本的安樂死 安樂死怎麼解釋 你的安樂死 就是 呃 以我自己來講啦 如果我今天真的 在場上發生了 任何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 會來參 就是 投入摔角運動的人 大概也都會有個 就是 哦 我可能會在場上受傷 或者是 受蠻嚴重的傷 之類的 的心理準備 嗯 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本身是一個執勤的 那 如果真的受傷了 我覺得 以我自己來講 我還是會 很樂意 或很願意繼續 去參加這樣子的 運動 或是投入這樣子的活動裡面 所以 它就是一個 你今天自願 那你今天真的發生了 呃 可能沒那麼好事情 你還是會很開心的事情 嗯 大概是這樣 因為你家人知道 你都在打摔角 我 呃 可以說是不知道吧 啊 真的假的 你怎麼隱瞞他們 就是 也沒有那麼隱瞞 就是直接不講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還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像 NTW本身會跟還蠻多的音樂季合作 嗯 那 有時候我要出門個一兩天 就是為了音樂季的賽 賽事 對 我就會跟我媽說 我要去音樂季 哦 真的哦 嗯 讚 不要根本以為你是 呃 去出去玩 但其實你是去打比賽 這樣 嗯 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 但是 沒有關係啦 就是這樣子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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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就沒關係 什麼意思 就是 隱瞞這件事情 是 是合理合法的事情 在 魔女的世界裡面來講 它是合理合法的事情 哦 那 那你覺得 如果 你的家人知道你在打 摔角這件事 他們 呃 是會 比如說會反對嗎 還是支持 或是說他們其實也覺得沒 沒差 就是你想做就做這樣 我 個人認為是一定會反對的吧 嗯 因為畢竟你還有 就是 呃 比較心靈的 心理的 病因啊 這樣子 他們多少都還是會擔心吧 可是你爸媽知道這件事嗎 我是說 憂鬱這件事 呃 呃 我覺得可能 也只是個大概吧 就是哦 大概 有些問題 但是我不太確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種感覺 嗯 嗯 嗯 欸我 我可以施幾下 應該是說我可以直接問 就是說 你這個病啊 如果嚴重起來啊 會對你來說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嗎 在生活上的一些影響之類的 欸這個我其實 蠻有經驗的 哦真的嗎 我不想問你 我想問他 哦 真的啦 我沒開玩笑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他對我的日常生活比較大影響 可能第一個是 睡眠上面的問題吧 嗯 就是 就是 我覺得其實說實在話睡不好這件事情 其實是個蠻痛苦蠻惱人的事情 那尤其如果 蠻長一陣子的話 對各方面來講都會有些影響 嗯 那這是第一個 那對我來講 我自己很討厭的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他對我的 閱讀也會有些影響 就是我 還蠻嚴重的時候會有一些 有點像閱讀的障礙 嗯 所以這件事情在我的 日常生活來講幾乎是個 不能夠被接受的事情 嗯 我們 有需要很 花很多時間 或者是 我們的 日常的課程 或者是日常生活就是 充滿了文字 嗯 那你今天 無法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不太會有其他人 為了這件事情去 為你耽擱 或是 去停下來 等待你的腳步之類的 嗯 好 那 但還有其他 各式非常大大小小的問題 嗯 是 OK 那不只是影響我啊 可能也會影響我周圍的人 這件事情讓我蠻 有時候會蠻沮喪的 我覺得 哦 我蠻能理解這個 因為我在那個 逆水瓶這個演出哦 他演出大概是二月的時候 然後演出結束大概三月多吧 我狀況其實跟你們蠻像 但是反正我那個時候也是 也是睡眠上面比較有一些問題 然後心情上也有一點 有點不太舒服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 我是一直到後來 那一年的八月 我跟烈火打了一場比賽 我才就是突然又 一切正常 然後在那之前 這段期間 就要烈火了 對 又是烈火 搞不好你烈火你不認識 所以我 所以我才 這麼喜歡那場比賽 因為我覺得那場比賽 有一種特別不一樣的感覺 讓你重生的感覺 對 可是你也說不上來 那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那就是 烈火的魔法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用文字說明的 你不進去節目裡面嗎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無所謂啦 但是就只是你的 觀眾的受眾 想不想聽這件事情而已嗎 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有 我喜歡放有故事的東西 對對對 我自己 我自己其實倒也無所謂 自己倒也無所謂 那 如果你也同樣 深受類似的問題困擾 然後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人 我覺得可以跟你們分享一個 很讚的事情 就是打摔角 所以 推薦給各位 親愛的觀眾 我也是 我也是 這個我不會放 我覺得 我覺得摔角真的 幫助很大 對 所以推薦給各位 讚 那 回到摔角 等一下我先提一個 如果說呢 我們的聽眾 可能也有一些人 有這方面的困擾 我覺得你可以來私訊 魔女花或是C8 我們可以跟你聊一聊 也許有幫助 好不好 好哦 這件事情其實 在我做就是 魔女文庫的 這個系列的時候 其實 每一篇後面其實都會 有一個 算是一個小結語吧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事情 或者是 不管是你真的想要來廢話一下 或者是你覺得有什麼 好看的 戲劇電影想要推薦給我 或者真的是 單純你遇到任何 事情 你想講 其實 我們本池的 神社跟魔女 大愛的精神 其實是都可以接受的 這真的沒問題 你這個魔女兩個字是從哪邊來 應該說魔女花這三個字 選手你是從哪邊來 這個是一個 很很長的故事 那講啊 就給你講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還蠻長的故事 我們就把它當故事 這樣再聽 就是 我先做一個前情提要好了 就是 我不太知道你們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知道一個 動畫叫做 瑪莉與魔女之花 我不知道 還蠻久以前的一個 一個 動畫 好 那 總而言之就是 這個故事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算是 很特別的職務 它叫做夜間飛行 那 那 當任何人 只要碰到這個 這個 花 的時候 你就會 被賦予魔力 或者是說 但可能 也有像是 有點像激發你的魔力的 感覺 好 這是一個前情提要 那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 在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的故事 就是 當時的人們 都 是很仰賴 仰賴一棵大樹生活 大家都 就是在這個 大樹周圍 就是 逐漸春落 這樣生活 那 那個時候 那棵樹 某一年 突然開了一個 很漂亮的花 可是 因為大家第一次看到這種花 大家都有點 害怕 不敢靠近 所以當時就 有點像是 半推半就 就是派了一個人出去 然後去 看看那花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花 那 當那個人碰到那個花的時候 他就突然覺得 他全身充滿力量 他 有點像是被賦予魔法的感覺 嗯 所以 他想把這個 力量帶給其他人 分享給大家 可是 其他人會害怕 就是 這個人突然 這麼有力量 或他 開始發生很多 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大家都很害怕他 所以大家就 商量之後 打算把這個人 呃 綁起來 把他 施以火刑 把他燒掉這樣子 大家覺得他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那 就在這個時候 出現了 兩隻很大隻很大隻的貓咪 就把 這個 人給截走 帶走 帶到一個 很遙遠的地方 嗯 那 所以 當初的這個人 就成為了第一代的魔女 那他用那兩隻貓咪的毛 做了一個 呃 有點像結界 或是 圍了一個自己的地盤這樣子 那 這件事情就這樣 一路延伸到之後 然後出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家族 這個家族就是一群魔女 那 呃 這個東西就一路流傳流傳到我這裡 那 於是就成為了 最後一個就是 可能家族的問題出現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指示 就是我 本人 在下 那 可是 我周圍的人可能 隨著時間演進 大家已經不太願意在 跟其他人分享任何的 呃 能力 或分享任何的魔法 或是不太願意 就是我自己好就好的那種感覺吧 那 可是我今天在思考的就是 我今天我覺得 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的話 我該怎麼把這個 這個 可以說是祝福 分享給其他人的感覺 所以 我就逃離了自己家族的神社 然後跑出來 然後開始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之後就選擇職業甩腳 這樣子 哦 這個故事蠻 不知道怎麼形容 有點奇妙 蠻特別的 蠻有趣 有點奇 有點奇妙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回到 選手訓練這一塊 這個上面 是 對 那 你自己這樣子訓練大概兩三年 三年時間嗎 兩三年的時間 兩年差不多吧 兩年 兩年 然後兩年的時間 那這樣子有沒有遇到 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叫 瓶頸或是困難之類的嗎 瓶頸或是困難哦 對啊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這麼的 這麼的 這麼的辛苦的感覺嗎 就是 我覺得我周圍的人還是 也 倒也不到一路順 順遂啦 我自己不算是一個 這麼有天分的人 老實說 就是我 很多時候我還是會對自己 沒有那麼有自信 或者是對自己有點懷疑 或者是 很多時候我周圍的 朋友 我周圍的 同期的 選手們 可能他們已經開始在做一些 更厲害的事情 我有可能還在原地踏斃 有時候還是有這種感覺 這個我特別有感 我也是我同期那個最廢的 所以說 真的沒有瓶頸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還算幸運 就是我周圍的人也對我沒有到 就是對我也不差啦 老實說 就是我周圍也認識了選手 那 NTW的學長們對我也不差 所以 整體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可以克服的事情 它並不是一種事情 所以 有瓶頸 但是 有些事情過了 其實還真的會 忘記當初到底在瓶頸 所以你的情況會比較像是 一直遇到問題 但是一直 解決它 然後又遇到一個問題 然後再解決 比較像這樣嗎 比較類似吧 那如果之前真的遇到 解決不了問題 就丟著不管它 反正自然的回教室嗎 類似 或者是有些時候 可能會遇到問題 就是 經驗不足 或者是 能力不夠 這件事情慢慢培養 或者慢慢的 說 它 就未必是一個問題 我想啦 就是 為了這種事情多想 或是 或是把自己 陷在一個鑽牛腳尖的地步 我覺得可能也不是一個 對我來講特別好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你想法其實真的是 滿 正向的 我覺得這東西就是 比較逼不得已 不正向也沒辦法的事情 怎麼會逼不得已 就是 我今天如果不去努力做出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像是 我自己面對到的一些問題 帶給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 如果真的在心理上有一些 狀況 狀況的話 因為像是你的 開心的 起跑點 跟別人不太一樣 其他人已經在60分 他們隨便做一件事情 也不知道隨便 就是可能 就是比較開心的事情 他可能就會變成 70分 80分 他今天就是一個完美的一天 那可能我的起跑點是40分 我如果今天 不 多讓自己有一些餘裕 或是有些空間的話 那 我就會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 讓我今天成為一個 心情普通 或是 甚至可以到說 今天是個開心的一天 這樣子 所以 這就是可以說是一個 逼不得已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樣聽起來 好像就是 你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 讓你自己 稍微比較開心 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上面對不對 應該是讓 我自己個人認爲 個人認爲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真的 OK 好 那 因為你自己也有來 怕輸入訓練過嗎 哇 對啦 沒錯 哇什麼 哇什麼 可以講嗎 這些東西可以講嗎 可以啦 可以 好 那你自己有來 在怕輸入 你這樣子怕 我就有點不太 有點擔心了 沒問題 好 好 你有在怕輸入訓練過嗎 對不對 是 那你覺得 就是在 怕輸入 最大收穫是什麼 在訓練上 最大收穫 我覺得 最大收穫大概就是 他是 踏出自己熟悉的那個環境 或熟悉的 場所吧 我 這樣講好 就是 我自己 當初 其實 如果 C8 C8應該會知道 就是我還蠻早的時候就有問過 啊 能不能 到 其他的 其他的 團體 或者是 當初他已經 就是 高歌離席了 哈哈 高歌離席 我已經準備 弄那個安時之亂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 其實我 我當初還蠻 有意識到自己不夠強 這件事情 所以 我當時很多學長我都會問說 啊我可不可以 去找你特別去 專精某個東西 或是我今天可不可以去找你 有這樣的場地去練習之類的 所以 這件事情其實 當然有多一個場地 多一天 或者是 多一些人可以有 接受他們的想法 他們所累積下來的知識 然後有這樣子的地方去練習 一切都是 有正向的幫助 那 如果說以 成為選手之後去怕輸入的感覺的話 比較像是 有的時候 待在同一個團體久了 就是會有種固定模式的感覺 我遇到 某A選手 他習慣的東西 他擅長的東西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那所以 或是某B選手 某C選手 加總下來 你就會比較容易 陷在一個同樣的框架裡面 那今天踏出去 其他的團體 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風格 不一樣的人格魅力 吸收到新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有種 恍然大悟某些事情 所以 也會有剛才講說 有些事情可能 當下解決不了 可是 說不定它是一個 我現在在這裡解決不了 可是我到了其他團體 遇到了不一樣的人 到了 各式各樣的地方 或者是看了其他 團體的比賽之後 說不定某一天突然 恍然大悟了 這樣子的感覺 真的蠻正向的 拔山倒書而來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帕蘇路有個 我覺得還蠻 還蠻神奇的一個 講個小故事 就是 當初 就是 我也有跑到 帕蘇路練習 然後 就是 我去的時候 通常都是 比較像是 選手個人時間嗎 個人時間的練習 就是 想要去額外 鑽研某項技術 或是精進某些招式的時間 然後我就跑去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在討論 一些 這個招式該怎麼做 該怎麼樣去 讓這個東西變得更好 那個時候 大家討論了滿久 那個時候 鬥魚在鬥魚選手 在下面看了一下 他就插著腰 然後 那時候好像還在吃水煮蛋吧 印象超深刻 他這樣吃一吃吃一吃 然後他擺下來就說 我想試試看 爬上去之後就說 我覺得這應該要這樣做 一做直接成功 我就 我記得那天 我也在對不對 那時候好像 那天好像還蠻多人都在的 然後我就有一種 就是 哦 就是 果然比我更厲害的選手 在場下真的是一邊吃著水煮蛋 一邊就可以知道 現在發生什麼一回事 那時候我在旁邊就是 我最近很努力在吃了 不是 而且你知道那個時候 就是他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們訓練的時間是平日晚上 選手自己訓練的時間 然後那天就是鬥魚就是下班 然後還穿著工作服 然後就路過吃個水煮蛋 然後就看 我試一下 我等一下就成功了 對 然後就是 因為那時候那個燒飾 他就是我在旁邊看 比較像是一種 就是 我自己看的蠻歡樂的 然後我也是就是比較像是 這個東西我做不到 或是他也不是一個 我真的那麼想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就在旁邊 然後好奇大家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是帶著尋開心的眼光 在旁邊 你在吃瓜群眾 對真的是吃瓜群眾 然後因為我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我也想不到解決的方案 然後我就在旁邊這樣看 然後鬥魚就這樣突然走進來 然後就這樣看一下 就說我來吃吃看 碰直接成功 我就 他剛才在台下吃的水煮蛋 都思考了些什麼 才得得出這樣的結論 為什麼我想不到 所以我就有一種 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差異點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你偷偷問 你自己都比較喜歡 兩邊哪一個 哪一種訓練模式 但是我說實在話 我覺得 其實也沒有一個團體是 百分之百 只有優點 或是有缺點的 每個地方其實都還是有 那以我來講的話 我只能說 兩個團體的優點 我學成 所以 兩個團體都來 很重要的存在 嗯 就是我還沒有 到有能力去說 有一部分知識 我就是有個團體的 能力知識 我已經 學了一個 八九成了 所以我可以 就是自己去做選擇 我想在哪裡 練習這種感覺 沒有我覺得 所以我還不到這個階段 就是有地方練 我就練 如果今天 就是 有選手願意 復辟IWL 或者是 其他團體 然後想找我練習 也絕對可以 捧衣是不是 傻小 好啦 那我們來談一下 你自己的目標好了 包含就是在你自己的 魔女花粉絲專頁上面 對 那 先想想 摔角 你有沒有未來一個 比較一個 遠見的目標 遠見雜誌對不對 你要他講 遠見目標 靠北我沒有要講 你自己在那邊講笑話 然後問我要不要講 是怎樣 好啦來啊 來講一下你的 未來的摔角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 是 呃 如果以一個更長期 而且是 非常長期的來講的話 我覺得 還是跟 就是 身為魔女這件事情的 核心價值 沒有差太遠 就是 如何透過自己 透過摔角 或是透過自己的文字 這件事情 帶給 其他人 不管說是力量也好 或是 能夠至少讓他們今天 看完這個文章 或是聽完 今天這樣子的podcast 或是 今天 來到我們現場 看看我們的比賽 他覺得今天是個開心 滿意的一天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對來講最大的目標 那 以一個比較 中短期來講的話 當然是 希望自己的 技術上面精進 可以讓我 有一天能夠 足夠成為自己的團體 或者是 在台灣上面 台灣這個 這個地區吧 這個地方 這個國家 是一個 一線 或是 非常強悍的選手 甚至有辦法出國 就是以身為台灣人的方式 在其他國家受到認可 這都是我的 目標之一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跟誰 打比賽之類的 我們特意 你是指 就是 夢幻的清單 還是指 就是比較 現實層面 現實層面 以台灣來說 以台灣來說的話 對啊 以台灣來說的話 我覺得 想跟誰打比賽 我覺得我都還蠻想 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 我都還蠻想 比賽 我自己其實 但是 這東西 畢竟排比賽 不是我 我也有點難決定 但是 我自己希望的是 以 新台灣 NTW來講 目前我們的 還算 蠻一線的選手 然後也出國 有過相關的經歷的 可能就是 SKY選手 我覺得 跟他身為同一個隊伍 算是 予有榮焉 或是 也學到蠻多東西 那 可是相對而言 這件事情 就會有這種 還是希望 如果有一天 又跟他 剛剛正正的對決 會很好 這樣子的感覺 那如果 以 大輸入來講的話 我覺得 因為 絕大多數 都沒有交手過 所以 每個都還蠻 渴望 就是有一個 這樣子的比賽機會 渴望 渴望 真是渴望 用渴望 好的 我們會幫你轉答 對啊 沒關係 大家都會聽啊 對啊 對啊 欸那你這樣子 在文字上的話 你有什麼想要去 感染到 什麼樣的人 之類的嗎 感染到什麼樣子 人喔 其實 你有沒有特定的 一個對象之類的 我自己覺得 倒也 沒有 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部分 當然是因為 可能是 不管是我的知名度 的問題 或者是 就是台灣的 摔角受眾的問題 各方面來講 可能 今天寫出來的東西 未必是一個 大家都 都在看嗎 或者是 它並不是一個 真的 真的那麼 那麼受歡迎的 一個項目 但是我自己在寫 文字的時候 有個 對自己的標準 就是我今天寫完之後 重新再看了一遍 我覺得它要能夠 讓我覺得 開心 以各方面來講 不只是 身為 寫字的人 而是 我今天在閱讀 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可以讓我想起某些 不管是我以前 當初 練習的時候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有趣的地方 或者是我今天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可以 給我力量的 那我覺得它才有辦法 同等的去給予其他人力量 那 檢委到尾聲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跟 你的粉絲 或是說 支持台灣 支持 NDW人的粉絲 講什麼話之類的嗎 講什麼話 對啊 多來看比賽 多來按我的粉絲 專頁讚 多來看我的文字 太讚 可能想要工商的就是 從 其實已經開始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了 但是這個活動會一路延續到 8月22 就是我出道比賽 的那天 曾經去年的那天 一週年了 出道一週年的 那一天 8月22 我們會有一個 抽獎活動 現在已經開始了 大家 我去抽起來 這樣子 然後 下禮拜 這件事情有講過 但是就是從下禮拜一開始 會有 我來 講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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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因為 哇 日期 8月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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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應該會一路到 8月13 我們會有 由我本人來 訪問我們的 你試欠摔媽主持群 這樣子 你這樣看完我們兩個 人的那個 寫的東西 你有沒有什麼 要心得感想 之類的 寫的東西 我們寫的 我們兩個寫的 就是你丟給我們 你的問題 這樣子 看完之後 我覺得其實 意外的 比我想像中還要 還要好蠻多的 就是 有種 哇好厲害的感覺 就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當初原本還想說 今天這東西 可能我看完之後 我還會需要再 從現在 還給你們 然後我們大概再討論一下 做一些 調整 之類的 但是其實 我自己看一下 是真的內容好完 別說了 而且才一天 我早才發 晚上 秋後突然就是 丟回來 就 寫完了 寫完了 這樣子 了不起 你了不起 我跟你講 我那個寫完 我真的是在 猶豫要不要去考 戲劇研究所 他一直跟我講說 他一直跟我講說 他這個超市人拿來去 我那 當作研究所的 我真的是在寫論 我沒有騙你 想到 想到考研究所 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 想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 還蠻多人都知道 或是我剛才有講 就是 我是 就讀於某師範大學 某師範大學 但是 可能不知道的點是 其實在前陣子 有一個 對教師來講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教師 檢定 教檢 我有周圍許多的人 也都去 參加了這樣子的 考試 小弟不才 我不參加這種考試 沒能力 祝福大家 祝福參與這些的人們 110集的 或者是109集 去年沒報到名的 你們 金榜前名 這個就算工商 拿我們的節目來工商時間 這要工商 這要工商一下 幫大家集氣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 我也想蠻多 就是 還蠻多人會問我說 就是 你想要給其他人力量 那 或是你希望把自己的 不管是自己的精神 或自己的東西 帶給其他人 為什麼 去當老師 我自己 接收到蠻多的想法 就是 你今天願意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直接去當老師就好 那 我自己認為 當老師 跟當職業摔角手 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 當老師 就是比較像是 他要如何去引導你 去做一個正確的選擇 或者是 如何去讓你 走上人生正途賺大錢 也不一定要賺大錢 就是這類型之類的 傳道授業解惑啊 沒有錯 叶教授 可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 我做不到的事情 對我來講 人生有太多的選擇 是一個 利弊共生 獲福一共的事情 就是它是一個 又好又好選擇 我沒有 自信去說 我可以 帶領大家 或是帶領 我學生 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 所以這種 重責大任 就交給我的 朋友們 我的周圍的 好夥伴們 那 如果要說職業摔角選手 能夠帶給大家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 如果今天 你在人生旅途上面 那些老師 能夠帶給你正確的方向 那就是職業摔角手 可以給你就是 當你做出了 可能你現在有點 後悔的 選擇 或者是你遇到的困難之後 我們 由 這些選手們 這樣子的比賽 這樣子的 內容 能夠帶給你 一些力量 能夠帶給你 重新振作起來的精神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 能夠給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跟老師 其實並沒有太大差異 只是 面對的事情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也是 如何讓其他人 就是給予其他人 在 難過 在 不舒服的 環境底下 給予他們安慰 然後 給予他們 勇氣重新去面對 我覺得這就是 屬於我自己的魔法 這樣子 哇 今天這集 這個結尾 這集真的好讚 你連結尾都幫我們做好了 好啦 那我們 記得付錢 你拿來付錢 大家兩個工商 你媽 你那個工商 我都幫你剪掉 我跟你講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謝謝 魔女花來到我們節目上面 哇 真的是 能量滿滿 正能量 這集出乎我意料的 意外 這真的有出乎我意料之外 對 因為我有沒有以為 就是說 可能年紀還很小 然後 對於摔角的認知跟體認 就是比較沒有這麼的 深刻 這樣子 這種情況下 對啊 得到滿多不同的 想法 跟一些思維的更新 這樣子 對啊 好 如果有觀眾朋友 可能 遇到了一些 困難 想要找人 聊一聊的話 那也歡迎去找魔女花 找到她的這個粉絲專頁 來跟她的魔女神社 分享這些事情 嗯 那我們今天呢 你是圈圈嗎 就到這邊 那大家 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C4 拜拜 我是C8 喜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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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